第二项工作就是考察中国沿海 聂皇为了绘制海错图 可以说他行万里路 他的足迹不仅踏遍了他的家乡浙江的沿海 而且他还到了河北 天津 往南到了广东和福建 在这些沿海地区 他认真地考察海洋生物 他首先到那些渔民中去了解 对于那些常见的海洋生物 他仔细认真地观察 比如说像鱼 虾 蟹 这些东西是常见的 他认真地观察记录 对于一些平时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怎么办呢 他就采用一种访谈的形式 去访问目击者 比如说有些渔民 与其沿海的居民看到了这些生物了 聂皇就让他们认真地描述出来 然后聂皇呢 再根据自己 对相同类的生物的这些记忆 进行类比 然后把它们画下来 比如说有一次 他就访谈了一位从今三次到日本的一个阳性的商人 聂皇和这位商人相处了三天的时间 在这三天中 他让这位商人不断地给他讲 他所见到的海洋生物 聂皇就把他们记录下来 三天以后 聂皇就整理出海洋生物十八则 这是他做的第二项工作 最后 感谢观看